台能否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美海军未回答媒体提问 环太平洋军演即将举行 台湾能否参与引起多方讨论 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回复中央设计者电邮提问 内容完整介绍这项规模庞大的国际海上军演 但没有回答台湾能否参与的问题 国防部常言得发在立法院达复立委质询指出 台湾一直争取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而IMPAC不是因为美国今年撤回对中国的邀请才提出 他并表示现在是大好机会 但还是要看美方态度 中央设计者已电邮询问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台湾能否参与2018年 RIMPAC印太司令部转由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公共事务官以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 答复记者的电邮提问 内容详细完整 但完全没有触及台湾能否参与的问题 美国第三舰队引用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 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自6月27日至8月2日 共有26国参与这项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海上国际军事演习 这26国包括澳洲、巴西、汶莱、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印尼、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纽西兰、密鲁、南韩、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东加王国、英国、美国与越南 新闻稿说 巴西、以色列、斯里兰卡与越南是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演习重点包括美军军机发射长程反舰飞弹 LRASM的石弹射击 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陆基反舰飞弹等 新闻稿指出 参与演习的舰艇共47艘 潜水艇5艘 18国的面部队 超过200架军用机与官士兵25000人 时间从6月27日至8月2日 的点在夏威夷与南加州 新闻稿指出 演习向穆航盖海上救援与维安 两期作战 反潜 防空 扫雷 爆裂物处理及反海盗等 并强调 这项演习有助于提高各国部对联合作战与反应能力 遏制区域冲突和侵略